各位观众,巨人队在今天上午特别搭了省议会的高尔夫球场来练球。 这是一个山明水旧,环境很优雅的地方。 对于小孩子们来练球的确是非常的适合。 目前,巨人队正在那里从事打击的练习。 他们的几位教练在担任投手。 据他们的教练表示,他们教练投手的球是仿造金龙队几位投手投球的方式在那里给他们来练习。 巨人队的教练方俊玲一天早上告诉我说,巨人队的球员目前的情况都非常的好,他们的士气也很高。 同时每位球员都具有信心能够赢取最后的一场决胜负的这个比赛。 目前巨人队只有两三位球员,情况有一点不正常。 也就是手伤还没有好的林文虫。 另外在现在追求的这位沈欣文选手,他因为这个,据他自己表示可能是有点紧张。 这里面的睡眠并不是很好。 另外,吴志雄就是在昨天是感染了所谓的A2。 今天已经不能出场练习。 他说他的肚子非常不舒服。 今天他的妈妈也特别来陪伴他,一起在台中来看他。 金龙队在今天上午9点钟,也到达了台中市郊区的卫道中学来练球。 这里的场地虽然没有雾峰那边的场地大,但是据说这个场地还非常的标准。 现在他们正在从事打击的练习。 刚才打击出来的是许荣斌,他们很富有戏剧性的一位小朋友。 现在担任投手的是台中第一国中的一个名投手叫江国森。 他的球路跟徐生明非常相似。 所以特别请他来担任投手,以便于他们来练习。 据教练曾德明表示,他们目前金龙队打击的方式完全有了改变。 所以他非常的,他深进这场比赛里边,他们会有非常好的表现。 目前金龙队的境况也非常的好。 球员们由于在了天时地利,人和这多方面的条件,情绪和高昂当然不在话下。 据说,金龙队有一两位小朋友也感染了感冒。 但是他们的教练却否认这件事。 现在他们的练习打击。 金龙队的许荣斌在昨天晚上,曾经受到了一些个喜爱他的小姐们的欢迎。 特别到旅馆里边去看他,并且送上了水果给他们来加油。 可是今天我问许荣斌的时候,许荣斌却一口否认,他笑嘻嘻地摇头说没有这回事。 21号,金龙队巨人之战是最后一场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可能是观众最多的一天。 预料外现时来的观众也不在少数。 我们请王局长谈一谈,对这一天的比赛您对大会持续上的维持和一些安全措施上的准备。 是的,关于大会方面,两方面,外面的话我们严格交通和行李管制,就是不是可以进入大会的车辆,让请他扰到行驶。 没有票的观众,请他不要到大会场路去。 里边的时候,关于出标口,我们严格管制,物票进入。 同时还要严格管制的,就是不准带,绝对不准,带这个玻璃器具,金属器具等可以商人的东西进去,我们是绝对管制的。 同时,大会里边也不需收买。 那么,我再请问王局长啊,您站在这个地方首长的,这个芝兰首长的这个身份啊,请你谈一谈,您对这道场参观这场球赛的观众,您有什么希望和要求没有? 根据这四天以来大会的比赛呀,观众跟我们都很合作。我想以后的时候,观众也很跟我们合作。 所以我在此地特别地诚恳地希望,我们经常的观众,场外的市民,能够遵守了各项的规定,不要扰乱直去或者放爱球赛的进行的地方,我在此地诚恳地来希望,诚恳地来拜托。 好,我们谢谢王局长。 谢谢您。 谢谢您。